长期推动软市网球运动的凤林镇 28号举办全国自由杯软市网球锦标赛 今年有80支队伍参加 而镇长萧文龙表示 运动赛事主办让凤林镇的观光业者支持 年底也会举办世界锦标赛 希望借由运动赛事能够让凤林镇的知名度逐渐打开 也可以带动观光业的商机 凤林镇推广网球运动以及办理相关赛事 已经迈入第27年之久 初期以宜兰、花莲、台东等县市的选手参赛为主 近几年分别举办过世界大赛与全国赛 而今年所举办的全国自由杯青少年软市网球锦标赛 来自全台80多队的队伍同场竞技 也让凤林镇网球运动推展到全台湾 而镇长萧文龙表示 年底一旦疫情趋缓更将举办国际赛事 希望为凤林镇的网球运动打下更好的基础 来的人数是超过一千人 队伍有六十多队 我想第一,我们可以带动我们地方的体育 第二,可以带动观光 第三,可以促进我们凤林的景气 因为那么多人来 一下子我们凤林所有的民宿都带满,住不下 所以这样对我们地方相当多的老秀 我们希望除了国际比赛以外 我们全国赛我们都要每年来办 我想这样让我们国内的小朋友知道我们凤林 也知道我们曼城环境是怎么样 我相信他们来的以后 通通跟我讲说 你们凤林真的好漂亮 我好喜欢 那我想住在凤林的民众 对这个就感觉到很欣慰 我们凤林正宫首来在这几年的努力 为我们的环境整洁还有美丽化 用下相当多的功夫 所以今天已经慢慢有成型了 那我们是两年一次国际赛 那我们议定今年十一月办全国国际的比赛 我们两年前办的时候 我们总共有十个队伍来参加 十个国家的队伍来参加 我想这样也可以打响我们国家的名声 也可以打响我们凤林的能见度 全国性的赛事每年平均都吸引来自全国的软网选手来参赛 广受好评 尤其台湾软网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 凤林镇长希望借由运动赛事的举办 能够吸引更多的选手来到凤林镇 并且能够打开凤林镇的知名度 促进在地的运动观光商机 据着林杰凤林镇采访报道